嗨大家好我是小登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練習上的壞習慣 那在我上一個影片呢 有和大家分享有些聲音吹久之後 你會發現很難改 然後因為你一直用到不對的小肌肉 用久之後它就會改不掉 改不掉之後就會嘴巴痛或者是身體不舒服 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在練習上的壞習慣 那你有時候會發現隔壁的同學 或者是你每次拿起樂器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這三年或者這四年 每次拿起樂器來練的東西都一樣 那練的東西都一樣的話 意思不代表它不是不好 而是說你可能這個動作你已經會了 你會發現它沒有太大的幫助 有點像我的果音書 我的英文已經練得特別好了 每次拿起書來我都只想要念英文 就是我會有點逃避我比較弱的部分 或者是我每次練這東西 我可能練了兩三年都在練這東西 可是呢你會發現你一直東西都沒有改變 像是手指頭跑起來的時候呢 速度忽快忽慢的 或者是你手指頭跑起來的時候 你看補課的時候來不及看 這都是會造成你長期累積下來的這個壞習慣 那你每次做這樣的練習 長久下來其實效率是沒有太大的效率 而且是非常的低的 樂器拿起來的時候 手指頭跑得很快 你如果跑這麼快的話 第一個是你如果是數不到拍子的 或在練習的時候你沒有預先想好你這是要練幾拍的 例如我要練四連音或者是練二連音 我還在想喔 長久下來會影響到你練習的效率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練得很快 可是呢我在吹奏上的時候我是不看譜的 有點像說軟體跟硬體 那硬體跑得非常快之後 你的軟體沒有跟上 你整台電腦還是沒有讓人家感覺到你有進步 只是說瞬間的某個動作 人家會覺得你很厲害 當然你運用在某些歌曲的某一個小片段 短暫的記憶裡面是可以做的 可是你看到的時候你還是來不及 所以在練習上面呢 你如果要跑起來 最好要搭配你的頭腦 或者是你的閱讀能力 一起練習這樣才會有幫助喔 那我來舉例一些難改的練習 我就會問他說 欸為什麼我們要吹這麼快 我想要試著讓這些聲音都聽得到 我說你可是你手肘不太穩定 沒有啦我就只是要讓這些聲音都聽得到 那這樣子下來其實練習意義幫助不大 可能你經過了三年四年 還是手指爪還是一拐一拐一拐的 那另外一個例如像這個也是一個壞習慣 什麼樣的壞習慣呢 你可以聽聽看 欸你等一下等一下 你剛剛掃了一個音耶 指法都熟了在這樣子練影片 他說沒有啊我剛剛就是想要讓每個音快速的按完一遍 我說沒有你剛剛掃了一個音 還有呢像怎麼樣也是很難改的 欸你個高音的部分太弱了 你先練高音部分就好了 已經這樣子習慣練很久了 還是會習慣從下面開始練 那他應該要多練的是高音的部分 讓他的高音先吹穩定來 欸像是這個樣子 你先確定你的高音練我了 多練這些高音 而不是每次都是要從低音開始這樣練 會降低你非常多的練習效率 好的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你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你身邊最上次風的朋友 下次見拜拜